我也感謝晨晨哥 願意給我開拓 他跟我講這樣我聽得懂 真的為什麼我沒有沉住氣 我還覺得我蠻幼稚 吃到六十歲了我怎麼這麼幼稚 其實那天我去錄晨晨哥的節目 晨晨哥錄完他有跟我說 你有空嗎 來我房間聊一下 然後我就去跟他聊天 他說我覺得你這個事情 注意的不好 你應該要冷靜下來 那我聽了他一席話之後 我會覺得說 盛讀萬卷書 我也感謝晨晨哥 願意給我開拓 他說他不可能會故意要罵你 有時候情急 有時候我們玩什麼東西情急 會脫口而出 他也不是有心 那你這樣子 他也會覺得很難堪 所以呢我覺得 他跟我講這樣我聽得懂 真的為什麼我沒有沉住氣 我還覺得我蠻 蠻幼稚的 吃到六十歲我怎麼這麼幼稚 不會處理事情 所以我很謝謝晨晨哥跟我講 講一些人生的一些道理 聽完之後呢 我不但很釋懷 而且我也覺得很抱歉 我覺得我也真的很抱歉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從明天開始 這些事情 紛紛擾擾 都到此結束 好不好 以後就是 遇到什麼事 我們就回來自己反省